在11號下午大概5點半到7點半左右的時候 有民眾PO了一段行車紀錄器到網路上 可以看到當時有一台銀色轎車 是直接不顧這個當時指揮交通的警察管制 強行要來違規左轉 被警方攔了下來 不過當時畫面相當的精手 因為警方攔下來的時候 差點就被這台銀色轎車給撞上 那麼其實根據了解 這邊是在內湖內科通往國道的主要道路交通之一 其實平日的時候車輛都相當多 因此在下班的接風時間 大約是5點半到7點半左右的時候 都會有派出所遠景來站在路口進行交通管制 就是要避免車流大打劫 而當時警方表示說 因為前方已經有堵塞的情況了 所以才會要求後方的駕駛不要再往前開 沒想到這名駕駛一次不顧警方的勸阻 還持續要往前強行衝撞警方來通過這邊 好險是被警方幾次攔了下來 而目前遠景也沒有受傷的情況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最新狀況